法国海军本月主导五国军演 包括美国、日本、澳洲与印度海军 在孟加拉湾联合演训 其中澳洲与法国海军共四艘军舰 继续前往南海巡逸 在海上展开补给 此行动被认为是制约中共在南海扩张 而美军航母罗斯福号打击群 今年第四度进入南海 19号出现在台湾西南方、东沙岛海域一带 时机敏感 尤其中共航母辽宁号同时间也在南海 学者透露双方首次一同现中南海 而且最近距离仅有400公里 南海近期成为各国军舰巡逸热点 而中共军机与军舰 频繁出现在台湾西南海空域 12号当天更有25架共机船 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而同一时间 美国空军四架F-16战机 从日本基地起飞前往南海 各挂扎六枚飞弹 被认为是向共军释放讯息 也不排除是紧急状况作战任务 新唐练是台北中华报道 本集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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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